朋友好,今天我这个窗户外面 市政府在施工,这也是烟火之气 这也是一个城市应有的一些声音嘛,所以这点声音 大家称为噪音呢,我觉得这个声音呢,是一种音乐 我非常喜欢,所以呢,我就不专门找一个所谓的 屁心的地方去录视频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乌克兰吧 现在乌克兰新闻是相当相当多的 当然,占头条的,大家看见最多的 还是俄罗斯的自由军跟义勇军 这两支部队,以及其他的几支部队临心的游击队 在俄罗斯境内搞的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 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边境上,这个游击队 自由军啊,义勇军啊,他们合起来 又占了一些地方,昨天打得相当激烈 这次呢,他们又把直升机给带了过去 然后直升飞机从空中突击俄罗斯的守军 在比尔格勒德,看来 俄罗斯的防空力量也是比较薄弱的 人家想进去就进去,想出来就出来 所以呢,打得相当的热闹 昨天我也在国内的西瓜头条上 分享了一些,就是他们作战的一些视频 也是相当相当好看的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 就是瓦格纳 昨天也给朋友们翻译 分享了一段,就瓦格纳那个头儿 普里格金,跟他的手下的一点点对话 他们呢,就问 所有人都撤走了吗? 那个人说是差不多了 他说,那边巴赫木带还剩多少人呢? 说还剩九十多人吧 那再过差不多不到一个星期 咱爷们就都回来了,都在这儿了 接下来呢,咱们就休息休息 放松放松,养花,种草 就是积蓄力量,可能,这是他表面说的嘛 私下来可能还得招兵买马 还得找他的弹药 还得运他的渠道,壮大他自己 因为这次巴赫木特战役 他基本上伤筋动骨了嘛 主力都差不多快打没了 所以他要舔射他的伤口 要慢慢地恢复 那巴赫木特好像现在又传出来 俄罗斯的正规军都不敢去接 伯尿酸就想让卡德罗夫去顶那块困缺 卡德罗夫也在漫天要价 现在各方都讨价还价 这个最后是什么情况,我们接着看吧 现在乌军好像跟瓦格纳达成了一种默契 在瓦格纳全部撤完之前 乌军的这个进攻力度也不是特别的大 人家就是想给瓦格纳一点面子吧 可能双方提前就说好了,通过一种秘密渠道 瓦格纳全部撤完了 人全部走光了 然后呢,他再进去屠杀 这些就是占领者吧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呢,从巴赫木特再稍微 往南,往西稍微走一走 看看就是扎波罗热那个方向 有个港口城市叫比尔江斯克 昨天呢,可能又是风暴暗影 给丢了那么一两颗 那港口上又生起了浓烟跟蘑菇云吧 可能又炸了敌人的一个重要目标 然后这敌人指的就是俄罗斯入侵者嘛 这就是现在,乌克兰可能 进攻,就是反攻的这个方式 可能也有强攻 就是当初强攻赫尔松的时候一样 也有通过敌后的这个 后勤设施的破坏 物流的破坏,然后迫使敌人撤出 就是所谓的蛇岛模式 也还有各种各样的模式,让人打得比较灵活 我也不是军事专家 所以呢,就是随便跟朋友们聊聊 感兴趣的,你们自己再去观察,再去准结吧 因为这场战争也是人家脑袋发育的一个过程 让大家呢,看到很多 听到很多,然后脑子里也想很多 当然有的人是越看越笨 我们这些人呢,肯定是越看越聪明嘛 好了,我们再聊我们家责业吧 责业呢,昨天去了摩尔多瓦 然后办了很多很多事,签了很多很多字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签了两个字 一个呢,就跟摩尔多瓦政府熟闹 以及他这个国家各个部门签了一系列的协议 什么协议呢,就是两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合作 尤其军事方面的合作 这个乌克兰跟摩尔多瓦要合作 重点,针对谁呢,就针对德佐 也就是所谓的德尼斯特和 索尔共和国吧,就是 相当于俄罗斯的一块飞地吧 人家,两国东西夹击 这个地方,我估计啊,那个地方的俄军 可能就只有投降这一条路 因为他内无粮草,外有救兵呢 他不投降,就只有死亡了 所以呢,这也是一出好戏,我们等着看就行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协议是什么呢,就是乌克兰跟很多的北约国家又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 很多国家就从文件上正式的邀请乌克兰进入北约 其中就包括 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可是摩尔多瓦最坚强的互动 他们是同文同准的 只要你乌克兰跟摩尔多瓦把关系搞好呢,那罗马尼亚自然就是关系相当相当好的了 原来人家乌克兰跟罗马尼亚关系也是相当好 罗马尼亚毕竟是北约的成员嘛,也是前苏联的受害者嘛 所以呢,罗马尼亚昨天高调地跟乌克兰签了 邀请乌克兰进入北约的协议 有些人啊,就说是 北约有这个规定,那个规定,很多规定 都是乌克兰看上去,都不可能加入,比方说是 什么跟别国没有领土争议啦,什么跟别国不打仗啦 你要知道,这个组织都是一个一个的国家来成立的 只要人家们几家愿意要 即使你跟别人有领土争议 即使你跟别人正在发生战争 人家几个人说,可以,你进来吧,那就进去了,怎么着啦 以前的所谓的 就是协约国 也就是联合国的那个前身吧 就是国际反法斯联盟 那就是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国际组织啊 当然啦,就是那个周星国 德国,日本,意大利 就是二战的时候的,那也是战争的时候形成的 一个就是国际组织,当然就消亡了嘛 那这是热战 那冷战的时候呢,更不用说了吧 北约就是冷战的时候形成的一个组织 那冷战也是战啦 那旁边一个占领的战 就是奔着领土,奔着生存空间 奔着太空,奔着这个贸易,奔着势力范围等等的 哥,那就是武器啊 那也是战 现在是什么战呢,我不知道,有些人把这叫两战 有些人呢,叫热战 有些人呢,叫混合战 我也不知道,管它三七二十一了,反正现在也是 在作战 双方呢,不是贸易战 就是科技战 再就是真正的,像乌克兰跟俄罗斯的 那种直接的刀兵相见 直接的,就是血与火的这种战争 所以呢,就是正的打仗,我们家泽易在摩尔多瓦去了之后 当然他到哪去都是闪耀着光芒嘛,给哪个地方增色嘛 摩尔多瓦在前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出来的国家里头啊 他是最没有存在感的,很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国家 我也就是因为学俄语,那时候叫摩尔多瓦,他翻译是摩尔达米亚 那时候我们就先翻译成摩尔达米亚,后来老师说是你应该把它叫做摩尔多瓦 还有一个立陶宛 那个俄语人叫拉特维亚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翻译成拉特维亚,老师说那叫立陶宛 现在就是摩尔多瓦,也正在从小国变成大国 因为乌克兰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国了嘛,影响力相当相当大 它影响力甚至接近了德国 甚至超过了法国 法国人可能听着心里不舒服,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马克龙需要沾泽隆斯基的光,啊不是,泽隆斯基沾马克龙的光 就是说,现在谁靠着乌克兰 谁的国家,生存空间就宽一些 谁的国家就会变大 谁如果离乌克兰越远,谁呢,就会越来越萎缩 越来越,就是让人瞧不起 生存空间会越来越窄 这话我就不多延伸了,朋友们自己去想就行了 这是小国变大国 那泽隆斯基在摩尔多瓦 其实没待多长时间,就待了一天 然后马上就回到了基辅,因为基辅还有很多人等着他 其中就包括爱沙尼亚的总统 爱沙尼亚总统也带着一大笔的礼物 跟情报,跟各种各样 乌克兰急需的东西 来见泽隆斯基,相当于朝拜一样的 现在基辅就是个圣地 很多人到那去一趟回国之后就特别的 心里有树,脸上有光啊 当然啦,就是说 咱们则也跑来跑去,跑到摩尔多瓦,还是在国内,还是跑欧洲 跑日本 那F16是个重点嘛,现在F16 很多的国家都加入了F16的联盟 就是准备给乌克兰给F16 美国也进来了,美国说我要给乌克兰提供飞行员 我的飞机也可以给乌克兰 那美国的F16扩存在全世界是最多的嘛 所以呢,他要是给乌克兰核止100架F16 200架,500架都有可能,甚至上千架 那如果有1000架F16 那对俄罗斯就是一种碾压的优势 只要有1000架F16进入乌克兰 那么俄罗斯你就只有退兵了,你没法打的 那个时候,你不用谁去劝说普京 不用谁去苦苦婆心,或者是外交卧权 啥都不需要,他自动就退了 就是他会害怕的 好,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